这个小baby被绑架了 但他一点也不害怕 反而是对面的三个绑匪被他玩得团团转 甚至可以说是体无完肤 这个小孩名叫豆丁 才刚刚九个月大 出生于名门望族 本来今天约了知名摄影师 要给豆丁拍一组时尚大片 可万万没想到 来的摄影师竟然是绑匪假扮的 一个不留神 豆丁就被掳走了 只留下一封索要赎金的恐吓信 好在三个绑匪并不是毫无人性的 他们从没想过去伤害这个可爱的小婴儿 光头把豆丁抱到床上 给他念最爱的故事书 试图哄他睡觉 结果光头自己都睡着了 豆丁却还很精神 他竟然自己翻起了故事书 突然他看到窗外站着一只鸽子 跟书里的一模一样 于是豆丁爬出窗外 很快又顺着楼梯爬上了天台 而屋里的绑匪却浑然不觉 直到小豆丁的口水从天窗上流了下来 绑匪赶紧追上天台 此时小豆丁正沿着木板爬到了楼房对面 还捎带叫紧了一下绑匪头的 小弟们把晕乎乎的老大扶起来 说好了一起跳过去 结果 小豆丁沿着楼道爬进电梯 来到大马路上 在绑匪眼皮底下溜了过去 扭头一看 这不是故事书里出现的那个蓝色公交车吗 小豆丁上了公交车 还不忘给路边的绑匪扮鬼脸 绑匪开着车狂追了一路 好不容易追上 结果豆丁又钻进了一个大妈的菜篮子里 三人尾随大妈 然后就被大妈当成流氓 暴打了一顿 看着伸手 大妈绝对练过 而豆丁呢 就趁乱溜进了商场 他特别开心 还钻进小女孩的婴儿车里 喝起了饮料 一点也不客气 吃饱喝足后 小豆丁满意地离开商场 上了一辆黄色低市 绑匪看到后又是一通猛追 他们来到一座动物园 刚下车 就看到豆丁头顶主角光环 正在大摇大摆地横穿马路 等绑匪好不容易穿过马路 跑进动物园 左看右看 小豆丁竟然又没影了 这个小baby从一只大猩猩的怀里 钻了出来 把追来的绑匪都给吓傻了 大猩猩很喜欢小豆丁 似乎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孩子 还分他苹果吃 为了不引人注意 绑匪若无其事地围上去 盘算着怎么把小豆丁捞出来 小胖的胳膊比较长 他半个身子伸进笼子 抓住豆丁的鞋带 慢慢往回拽 接着刚拽过来一点 又被大猩猩给拽了回去 但小胖还不放弃 大猩猩直接来到小胖身边 然后 小胖废了 只能光头硬着头皮顶上 他拿来一根拖把 伸进铁笼穿过豆丁的背带裤 直接拎了起来 眼瞅着就要成功 大猩猩突然站起来 抓过豆丁放在地上 然后大猩猩身 小弟接连失败 只能老大亲自上阵 趁着猩猩和豆丁熟睡 他抓住豆丁的小脚 小心翼翼地拖动 豆丁挣扎了一下 惊动了大猩猩 大猩猩这回是真的怒了 他把老大凌孔抱起 走你 就在这时 铁龙的侧门开了 豆丁跟着大猩猩爬到展示区 在大猩猩的目送下 离开了动物园 黄匪连忙追过去 终于在一根管道中 抓住了调皮的小豆丁 而他们刚准备离开 迎面就走来两个警察 瞎的三人扭头就要跑 为了防止警察怀疑 老大把豆丁藏进了西府里 谁知豆丁一招龙爪手 直击要害 老大强装镇定 但随即感到当步有股热气 原来黑暗中 豆丁掏出了打火机 一股娇象的肉味传来 警察没当回事 以为有人在公园烧烤 于是便放心地离开了 而局部有火的老大极力地忍痛 完全没有察觉 小豆丁又趁机爬了出来 钻进了草丛 直到看着警察离开 老大掀开西府 下半身早已燃起熊熊大火 小弟连忙冲过来 把老大摔在地上 情况紧急 也顾不上老大下半辈子的幸福了 这时他们才意识到 小豆丁又不见了 只好继续去追 镜头一转 豆丁来到一处建筑工地 挖着四处飞溅的火花入了迷 接着他的注意力被吊车上的铁钩吸引 小脑袋里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一辆推土机从小baby的头顶撵过 才九个月大的豆丁 刚好钻进车底的空档 好险好险 差一点就酿成了大祸 豆丁抬头望着面前的高楼大厦 眼神中满是向往 突然他看到有个工人大叔在吃甜甜圈 他高兴地笑了 还是填跑肚子要紧啊 豆丁坐在钢材上 吃起了甜甜圈 就在这时 吊车启动了 豆丁跟着钢材伸到了半空中 而且越来越高 可豆丁非但不害怕 你瞧 他还享受呢 绑匪赶到后 看到豆丁玩得这么嗨 纷纷露出生无可恋的表情 但出于绑匪的基本修养 也为了豆丁的安全 他们只好搭电梯跟了上去 三人守在更高的地方 想着等钢架上来的时候 跳上去抓住豆丁 很快钢架伸上来 小胖抓准时机成功跳了上去 豆丁还冲他微微一笑 可由于两人体重悬殊 钢架瞬间变成了敲敲板 开始倾斜 豆丁顺势滑下 正好落在了电梯上 而小胖则扒在钢材边 分分钟就要摔下去 光头伸手想救他 没想到跟小胖一起挂在了半空中 马上就要支撑不住了 多亏了光头 小胖没有掉下去 但为了追上豆丁 他纵身一跃 跳在了电梯上 虽然平稳着陆 但全身都麻了 接着小胖阴差阳错 上了一辆高速推车 直接把他送走 摔进了垃圾堆 现在只剩下老大一人 他把豆丁堵在一块木板上 却不小心踩到豆丁丝滑的口水 求锤得锤 老大晕乎乎的站起来 顺手拉了根绳子 却不小心启动了胶住的支起 他身上沾满了黏乎乎的液体 老大彻底怒了 他堂堂无耻男儿 身为绑匪头子 竟然被一个九个月大的小屁孩耍的团团转 豆丁悠闲的爬到木板边 朝下面看了一眼 非但不恐高 还高兴的笑了 他接着往前爬 正好爬上了下降的平台 老大不愿善罢甘休 他鼓起勇气 跳上了经过的大铁钩 可就在这时气笔响起 原来是下班的时间到了 工人关闭掉车 全都陆陆续续打卡回家了 留下老大尴尬的掉在半空中 上不去也下不来 夕阳夕下 断肠人在天涯 另一边警察来到豆丁家中 根据目击者的证词 汇报了豆丁一天内出现的地点 从百货大厦到动物园 再到建筑工地 保姆听后恍然大悟 这行动路线 跟豆丁最爱的故事书一模一样 按照书中的内容 那么豆丁的下一站 就是收留退伍军人的养老中心 豆丁的父母和警察迅速赶了过去 果然 豆丁被一堆老兵围在中间 他的造访也让这些老人 感受到久违的温暖 父母冲过去抱起了豆丁 一家三口也终于团聚 而三个笨贼也被警察包围 老大把豆丁最爱的故事书 物归原主 眼里竟然也闪出了老父亲的泪光 故事最后 睡不着的豆丁 从书架里拽出另一本故事书 下次冒险的地点已经选好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部电影名叫小鬼当街 相信是不少人的童年回忆 片中虽然有许多惊险的镜头 会让人倒吸一口凉气 但是小豆丁天真的笑容 还是非常治愈人心的 特别适合春节期间 全家人一起重温 绝对能让你从头笑到尾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我是玄鱼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